一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商楼测试不达标 需要一个一个重置 就连教案设计也是一改再改 马六甲教育团队为慈哨生活营做准备 我一拿到这个教案的时候 我就不断地在看影片 看要怎样子讲 才可以跟现在的孩子们沟通到 最重要就是把这个姿势带给孩子们 给他们回去是受用的 台湾的慈激教育团队特地来交流合作 准备教案 教具不简单 一开始我们接到的是教案 就是我讲的是书面上的东西 大家要去理解它 消化它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压力 因为应对时间已经一天一天到了 可是这一次是看到大家 事实上是很用心在做 其实这一次的课程挑战非常大 需要很多的教具跟准备工作 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觉得 马六甲的这个准备教具的部分 非常的用心 然后超乎我们的期待 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 课程设计是让学员了解自我 学习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经过不断的排练 讨论 教育职工在过程中自我察觉 学会善解 因为可能我们的带动 我们习惯的是是对小学生 就会很多的是讲讲讲讲 讲比较多 所以过后我们在演练过后 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 就是让中学生可能有更好的 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年轻人 现在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到底在玩什么 我们也要知道 在讲的那个默契点会比较高 两国志工卯足群力做好准备 期待课程更顺利 呆新闻 吕佳佳 泽薇吉 卢香斌 马来西亚报道